先跟經濟部部長講一下 院長好 台灣配合數位徵訊線綁定 到現在還不能登錄進去 真的不曉得你們跟官茂到底是有簽約沒簽約 限制性招標吧 每次官茂都是國安問題 什麼問題都只能找他這一家 1922也是找官茂 他的資訊系統都他處理 現在到底是電子支付或者銀行問題 還是你經濟部下的指令出問題 還是官茂出問題 台灣配合國家隊 這不是手機不好也不是立法院的訓導不好 今天數位綁定的人確實非常多 那進來的官網的人更多 那我們其實早上後來都慢慢再排除 那有流量限制 但是是可以進來的是沒有問題的 到現在我跟你講我國會辦公室五支手機 到現在還都跟不進去 回去檢討 大家都稱讚台灣 而資訊科技非常棒 尤其在防疫的重大表現 每一次都出狀況嘛 不只是今天這個 真心券的數位綁定 我就回頭 我跟你講你回去看 是你經濟部還是官茂 還是那些電子支付銀行 誰的問題 你們有簽約而且是限制性招標 該處罰該怎麼樣就去究責吧 成功一下 陳政部跳出來了 財經公司 台灣支付公司 都去查一下吧 怎麼這樣 台灣配 台灣對 國家對 難看 那回頭就請教了 我們1922系統也是一樣啊 一樣是官茂嘛 每次新的一輪的登記 或預約的時候就會塞車 要嘛你用身分證字號有沒有 大概資格的分先後市去 把那個流量拉開或怎麼樣 我不知道 就一直放著 讓每一次都會出問題 部長你是很辛苦 但是我們也要來提出來 剛剛喔 官茂是有簽約的喔 1922預約平台 官茂是跟衛福部還沒簽約 那這怎麼辦 我們現在要積極 趕快把行政程序處理完畢 這糟糕了 因為根據採購法 105條 他是避開招標採購 去去比價 去評選避開了 但是特別採購也告訴你 你雖然避開那些程序 你至少也要先預價 先有協議啦 如果 結果你們開了兩次會 6月17 6月25 到現在 會議結論沒有協議耶 那你沒有協議 你怎麼支付他價錢 你怎麼要求 在總企業金 還沒有能夠談定的時候 你去支付他的工作範圍 他的這個規格 現在這個錢動用了沒 在特別預算當中 編了八億多 當中其實應該是有兩億多 在未來一百一十一年的 衛福部的預算 也有這筆錢 要繼續支出 付過沒 我們1922預約平台 付過官茂錢了沒 現在坦白講 委員這樣問我是不清楚了 我會回去跟我們行政單位 再了解 我知道是好像在中間在談 大家有一點意見不同的地方 現在沒有協議 然後你們那個網上簽合 也簽不出來 一切都是空的 然後他已經執行了 你現在付他多少錢 或不付他多少錢 將來審計不會找你的問題才怪 但是國人就一直覺得很傷心啊 我在講兩大問題 第一個難道只有官茂可以做 好像又 國內又是除了他 所以到底是 我們我們整個台灣要來檢討 為什麼我們只有靠官茂 這家公司 還是官茂自己要檢討 我在那邊語重心長啊 那同樣的錯誤 一直犯 還要去跟人家講說 我們的防疫資訊科技做得很好 這聽不下去 我在這裡 這個當然我們需要 雙方都需要檢討 我們會對官茂也會要求 那但事實上 我們在這個電腦的科技 或整個預約的平台 這也是在世界裡面 也算是有名的 那如果沒有做 就不會有當機啊 但做的時候 我們對整體的疫情 跟我們在控制疫苗的施打 是蠻有幫助的 我現在就是因為你們沒有簽約 我就不知道到底是 防疫指揮中心 一下子開太多 給人家去登記預約 還是官茂有提醒你們 還是官茂他的資訊的流量 還是說 中華電信電信業 甚至剛剛講的那個 綁定數位券是電子支付業 誰的問題 你不清楚啊 你沒有合約啊 然後我繼續講 當機的時間不多 都幾次來講 都是一個瞬間流量很大 總是有 而且你到時候還要付他錢 我不知道你現在到底付了沒 怎麼付 是大問題喔 你那個議價程序還沒結束 沒有簽合上來 你有付他錢是大問題 你沒付他錢 將來你也沒辦法究責 還有啊這個平台要用到多久 你明年衛武部自己也有編預算 要用到什麼時候 用到我們上網預約的這個人次數 多達幾千萬的時候 還是我們的覆蓋率 你沒有範圍喔 這個 不是隨便講講的 好那這只能就是說 你明天還編兩億耶 在你本預算耶 對耶 要請行政單位去談清楚 我在這裡提醒 不要到時候 做了那麼辛苦 還被究責 真的很奇怪 好那今天回到這個主題就是 今天來聽看報告 這裡面COVID-19疫苗不良事件通報統計 這裡面有一個七千多件 還有包括七百多件的這個死亡 我想問一下 國產的高端疫苗 不良事件含死亡的這個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有沒有 這個包不包括 這邊的七百多 這邊 當然都是包括 所以我們EUA的產品都會包括 您講是說包括 當然他會有相關或者不相關 或到時候有一部分相關 剛剛也有立委質詢 我要問的是 藥事法48-2 他是讓你排除這個藥物許可證 藥品就可能有藥物跟疫苗 他說在這樣的一個狀況之下 你可以再去接到有關於這個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辦法 第三條 那個製造啊 那個輸入啊 甚至包括政府緊急採購的 都要徵收啊 那個美劑美劑多少錢 那高端而言 或其他疫苗而言 有出這條錢嗎 有徵收這條錢嗎 沒有 我們在 這裏面大概每個一塊半 這本來就都要收的 每一劑 每一劑 就剛講的我們的受害救濟 疫苗 預防接種的受害救濟 他有喊高端 可是 在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的辦法 神醫辦法當中的第二條 這裡有個漏洞啊 我不曉得 部長身為指揮官有沒有 有沒有看出來 我念給你聽喔 因為 這個預防接種的受害者 當然可以依照這辦法去請求救濟 問題是他請求救濟的時候 他說這個範圍啊 是包括領有中央主管機關 核發許可證 這個沒有許可證啊 你也知道 這個 這個第二期就 那現在是第三期期中在做 所以他是靠 他是靠專案 他是靠專案 其實簡單來講 他就是藥事法 48-2 因為他沒有適當藥物 或是替代療法 或是因應緊急公共衛生之勤事 所以專案給了他 但是齁 在第二條當中 預防接種受害救濟基金 省議的這個辦法 有沒有第二條當中 他只有寫到 專案輸入 高端是 我們在國內的製造 在徵收這個錢的時候 是把 這個 製造跟輸入都有寫到 所以你剛說 含高端在內 跟其他疫苗 都有拿這個錢 徵收這個救濟錢到基金 但是在第二條當中 漏掉了 漏掉了 這個專案核准製造 這怎麼辦 這是辦法而已啦 那我們可以來修改 沒關係我們再回來把它看仔細 沒修改 這個辦法到時候來立法院 會不會是被查案 那你還有一段時間要跑 我的意思是說 當然全體國人一定支持你 管他哪一種疫苗 現在緊急的時候 你使用讓他沒有拿到 藥物許可證 但是他可以專案核准製造 或輸入的時候 都要搭配到 預防接種的受害救濟 我想大家都支持啦 可是這文字上有輸入喔 對那如果這辦法裡面沒有寫清楚 我們馬上來改 那我提出來這樣 基本的精神就是EUA跟專案核准製造 都要含在這個救濟裡面 要不然對國人的保障就不足 不要讓人家到時候 在這文字上有沒有 覺得這有缺失 然後你到時候又說 沒有啊 這個政府有採購他什麼事 他兩個部分 一個是要徵收這個 這個錢到救濟基金裡 一個部分是 這個救濟基金 要能夠有給人家 這個傳染病房制法 30條裡面當中 30條裡面當中 他有要給人家 能夠怎麼樣 受害救濟 所以這邊有文字的疏漏 那我問 部長還想一下 沒有沒有沒有 我是剛剛把這文字再看一下 講到這裡 你說有高端我放心 你說要修正文字我放心 但有個另外一個問題來了 對抗肺炎 不是只有疫苗而已啊 還有治療的藥物吧 要是把48-2的藥品 可不是只有疫苗喔 也包括什麼 藥物治療的藥物 問題來了 疫苗走的是 預防接種的受害救濟 他是一套的 藥物走的是什麼 藥害救濟法 那又是一套的 問題是在藥害救濟法當中 如果你今天授權專案核准製造 沒有拿到許可證 因為還來不及拿到許可證的藥物 結果他有治療的效果 你要讓他來了 治療到病患身上 卻沒有辦法向預防接種的疫苗 有受害救濟 他是被排除的 那這怎麼辦 你要不要讓 藥害救濟跟EUA這個 是排除在外的 因為他的風險跟其他 有零有許可證的藥物的風險是不同 所以沒有把它放在一起 來做相關的 但是到時候你就怎麼 你如何去說 因為藥物一定要 目前的法律是 一定要有許可 藥物許可證 他才會連接到這個藥害救濟 對 否則是不行的 就是說你專案去核准製造 或專案去核准輸入都不行 當然有你剛剛講的那個考慮 問題來了 疫情當前 有這個藥物進來 他拿不到台灣的許可證 然後民眾說 用這個去治療 不能夠藥害救濟 跟疫苗不一樣 你不覺得 這應該做一些修正或改變嗎 但我們另外大概 對伊薇的藥品 我們另外在要求在有相關的救濟的時候 他要訂定一些 可能是保險或等等的方式 但他不會放在要害救濟基金 因為其他跟他這個風險 我目前沒有看到 疫苗有了受害救濟 藥物沒有 對抗武漢肺炎的藥物 我目前沒有看到 部長說有保險或什麼的 你講的是在規劃中 還是已經有這個 在規劃中 因為這樣要用的不多 在力量大的時候 我們才有需要 因為這兩個可以比照 疫苗受害救濟 然後那個治療的藥物 這可以聯想得到 但問題又來了 其實你剛剛顧慮也是對 我們在一般的藥品 沒有拿到許可證 卻專案核准製造或輸入的 他撇除這個要害救濟 連我們自己衛福部採購的肺結核 治療的藥物 台北市聯合醫院 人家那個酗酒治療酒飲的藥物 有沒有 一樣咧 公費公家機構採購的藥物 假如有人病患受治療 結果產生要害 也不再要害救濟禮 所以這整個都連動 整個都連動 我還是請食藥廚 整體做一些討論 盡快吧 要不要給個時間或怎麼樣的 好 所以本席 今天就點出這個問題 不敢說一定有一個完整的答案 但起碼這一個月 給委員做一點報告 最後我在那邊 我請教一下 今天 同樣在這檔報告裡面 明年的次世代的莫德納要採購幾劑 明年 目前我們是簽約了兩千萬 兩千萬 我台灣的全體國人有沒有 從小 老字少 先不管說可以打到幾歲或幾歲 兩千三百四十多萬人 兩千萬 我問你現在四種疫苗 高端 BNT 這個莫德納A例 你同一品牌第一劑第二劑 不同品牌第一劑第二劑 總共有十六種組合 這十六種組合 有多少種組合是可以混打 到現在都還不一定敢很確認 這組合去確認說 第三劑都用次世代莫德納來打 到現在這整個大家在醫學的認知 其實是認為第三劑 使用MRNA 基本上是大家基本的有共識 但這個還需要很多科學的證據 所以我說我們這第三劑是準備起來 坦白講這也冒險很大 你也不見得一定要打 但是我們不準備不行 就是說我們不要再重蹈覆測 因為全區之間就是說 我們人民會想去選擇 而且疫苗供貨的時間又會不一樣 我說那十六種情形 絕對不可能 每一種都可以制製在莫德納第三劑 絕對不可能 所以這個事情要講清楚 這個在 謝謝江委員